2021年的医疗保险又开始交了 而且又涨费了 我们这里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开始正式交了 在手机上面都可以交 然后广播上面通知的 让我们每家每户尽量都去交 然后今年的话 我们这里医疗保险又涨价了 涨到了320块一个人 去年还280呢 又涨了 天哪 这个价钱是一年一个价 而且一直往上涨 前两年都听有人在说 说这个医疗保险可能以后都不收费了 但是没想到不但不收费 而且还涨价了 大家都交了没有 我们家还在犹豫交不交呢 因为我们光是人口的话就7个人 光交这个就要2000多块钱 我们去年交的话也全部都交了 全部都交但是一次也没去用过 没用的话这个钱也不储存在那个医疗卡里了 前两年的话交的钱还有一部分是储存在这个医疗卡里的 还可以用报销的话直接抵扣 但是这两年就不行了 就没有欠钱存在那就是用的话只能到镇上的卫生院或者是市里面的大医院才可以报销才可以用 而且问了一下我爸我妈的意见 他们说都不想交 因为他们说交了好像没什么用 浪费了这个钱 因为现在在我们家小诊所呀 你有个感冒啊 头疼啊 你去拿药什么的又用不到 因为你去大医院用的话除非就是有大病了 真正的大病有的还不给报销 所以说在我们老家这种小诊所交这个医疗没什么作用的 一般情况下家里也就是个头疼发热拿点药啊拿点什么的 但是不交吧心里又有一点担心 又害怕万一用到怎么办 也不知道是交还是不交 很犹豫很纠结 大家还交不交